照个相让你往那边走一点点 你在给日本人照相 然后让我再往旁边走一点 你给谁让步 作为中国人你让我给日本人 大家我就不让走嘛 凭你务必平等待人杜绝种族歧视 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 再不会跪下去 大家好我是大树 看我节目的朋友呢 大家都很熟悉前面的这位小粉红 没错呢 他就是继英国小粉红之后的 第二个咆哮哥 那么当初我以一人之力 将其推上了国际的舞台 那么当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很多人就失信我 找我要他的个人信息 可是我做内容是有底线的 所以没有公布他的个人账号 然而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 他又弄出了一个国际事件 让自己名垂青史 臭名远扬 名声大招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网名叫做亚人 那此次操作呢 他不单啊 惊动了中国外交部啊 引发国际舆论 还为中日友好关系的仇恨值 加剧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啊 那么话不多说啊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 袍笑哥这次又出了什么幺蛾子啊 做出了哪些成绩 别走 我报警了 哎 哎 都走是吧 看你怎么 差不多 说照不像 让你往那边走一点点 你在给日本人照相 然后让我再往旁边走一点 左在圆明 你给谁让 你是从日本啊 我听你说是你刚刚 你帮我问是从日本人吗 日本人是 日本人给日本让做 在圆明你给谁让 不会像哪个国家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的 那作为中国人 你让我给日本人让 我就不让懂吗 喂喂喂 喂 没有玩 差不多完就得了 哎呦 不要不要 不要 日本人在中国报警 我叫公啊 日本人在中国 你你刚让我给日本人让做 我跟你说 我不想给日本人让 你可 你日本人还拍上我了 日本人拍上我了 没有强制你拍上我了 你弄这些事没有意思 怎么怎么没有意思了 你没有强制 你没有 我也没有强制你对吧 日本人 日本人都拍上我了 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再把这事闹大了 怎么就把这事闹 心里心跳的事啊 我的客户 给你的 给你的叫什么很重要 日本客户 我不是很重要的 你说这事就没有意思了 好好保护你的日本客户 可以可以 你没有意思 你现在叫 你现在叫 日本人 你弄这个事没有意思 不是日本人 而且我在我们国家的 请问一下 你在你的国家 我在我 你说什么 你在你的国家 咱们咱们要不然去管理处 那这小鬼子上座了 他妈让你 不能拍是吧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的公司的 在这工作的 说白了 不让记得 那您要说这个 也有点 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 那有点 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 整个一个团队 整个一个团队 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 买票 既然买票 管理处让进来了 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日本人进来 中国人让地方 我不代表 但是你必须要重重我们这 我尊重了 哪里不尊重你们了 这个很小鬼子 就这么简单 咱们就不说这个 怎么跟你说我 原来不会给日本人 让地方走 那可以 看着判过谁 找什么样 无所谓 对吧 无所谓 随便照 但你要再照 你要再照 怎么叫 弃坏我的眼 咆哮哥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风烧 爱国的心犹如连绵江水滔滔不绝 又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本次事件和上次大闹英行事件 是如出一辙 完全是玻璃心泛滥 故意找茬 人导游大哥帮日本游客拍照 礼貌的让他躲开点 结果他不但不躲开 相反还挑衅日本游客 怒怼导游大哥 那后来他跟导游大哥争执的时候 他还恶人先告状 把导游说成是那个挑事的人 那这个做法就和当初在英行事件中 是一模一样的操作 那么当初在这个英行事件中 他是因为外国人让其调整座椅 于是他就把这个外国人 说成是区别对待这个中国人 甚至他还很不要脸的拍了一段视频 告诉大家他是如何反击这种所谓的区别对待的 在他的视频当中他强调 中国人民从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会跪下了 他说他做这件事是要告诉这个外国人 咱们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 他还想让对方学会平等待人 好家伙 在这个事件中他就区别对待了日本人 甚至还区别对待了我们的同胞 你说像这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这个思想 在这个时刻这个环境这个气氛下 他忘记得一感二净 在仇恨的驱使下 他只认为那位导游大哥是罕奸 是卖过贼 那么这前后混乱的逻辑呢 不正常的思想 正好是咱们的这个研究对象 所以呢 在我发布的无数个内容当中 我们发现啊 小粉红他的思维当中啊 虽然充满了仇恨和区别对待他人这种特征啊 但是仇恨和区别对待他人呢 更多的是他们用来逃避问题 不负责任 用来甩锅的武器和借口啊 说白了 就是一个利己的工具 我经常啊 看到有人说啊 我们国人很卑微 实际上呢 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卑微啊 要不他们就不会说啊 这个trainer number one了 对不对啊 那都是迷惑对手的东西啊 他就是一个借口啊 就是利己的工具 事实上呢 我对这个咆哮哥啊 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 因为最早我是做这个视频的人啊 然后呢 我有关注他的一些内容啊 那他这个人呢 特别喜欢跑酷啊 而且在这个弹跳力方面啊 还异常的惊人啊 他会挂蓝啊 确实呢 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啊 我是下人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快乐向前冲 今天碰到了嘴哥 连萌 看我手里的咖啡 我保证跑过去 一滴不散 萌 萌 你绝对不是我们手里的滑 你受得了 你污染我们的水源 看我压人给刘萌说争光啊 走 干就完了 那这样来说我们赛道对面应该轻轻松松了 这个我给对小菜一点 觉得跑一个来回不出问题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吧 他不仅没得到国人的支持啊 相反还招来了无数的谩骂啊 那后来呢 他只能就把当时这个视频删除了啊 然后每天直播的时候呢就只有几个小朋友啊 和他聊天啊 那没想到时隔半年的今天啊 他虽然又以同样的题材火了一把啊 结果换来的却是闪耗啊 你说矛盾啊 混乱啊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非正常人类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这个环球人物啊 也就是人民日报啊 对这个咆哮哥点名批评啊 强调说这个民族大义啊 不是流量密码 盲目排外在我国没有土壤啊 这个小粉红咆哮哥呢 整个就体现出了一个 这个偷鸡不成十八名啊 甚至呢 招这个祖国妈妈的抛弃以怨恶啊 那么为什么魔供这次呢 要干这种事情呢啊 这和以往我们认知的魔供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为什么其他人碰瓷爱国啊 他都很支持 但是这个人他却不支持呢 原来这里面是有一些故事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和大家聊一下 这里面的一个插曲啊 原来啊 这个咆哮哥啊 他叫做李高阳啊 是加州大学的一名学生 那他在美国呢 是有重大的犯罪记录的啊 那么在2019年呢 他因为涉嫌那个学生妹啊 而被这个警察逮捕啊 那么根据当地警方的描述呢 说他啊 在那个那个学生妹之后呢 企图呢 将两人那个那个的视频啊 发送给这个学生妹啊 以威胁学生妹不要报警啊 那么最后企图逃跑回国时呢 被这个当地警方逮捕啊 所以咱看啊 这个咆哮哥肯定是见过大阵仗的人啊 那个警方这边呢 肯定都是用这个重雄火力对待他的 是吧 那么不仅如此呢 这个当地警方呢 其实还有他的另一个案底啊 就是说他曾经呢 还试图调教过其他学生妹啊 但是因为证据不足呢 就给他给放了啊 那么第一次放完之后呢 就有爆料者称呢 说这个咆哮哥啊 还曾经放过狠话说啊 举报我的人啊 我会找他们算账的啊 那么两次被抓的记录啊 就导致他的保释金 竟然高达一百万美金啊 那么后来呢 他到底有没有坐牢啊 还是说因为证据不足给放了啊 这个就没有下文了啊 那么根据当地警方的这个说辞啊 说他是通过探探啊 探到那些学生妹啊 那其中最小的这个学生妹呢 是十六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且不评论这些事件内容啊 我们就说爆料者 爆料的这个咆哮哥的狠话啊 那我相信啊 看过咆哮哥的人都知道 这一定是咆哮哥的行为啊 有仇必报啊 这个就是咆哮哥啊 也就是说呢 咆哮哥啊 在美国这边肯定是混不下去了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啊 后来他跑到了英国 还获得了这个英国经济硕士学位啊 那么期间呢 他还去了多个国家啊 他有个女的博 我是吓人 记录跟泰国女生约会第一天 泰瑞出现 哈喽哈喽走吧 他说外面下雨了 他需要打个伞 给他挡住小头 别让他给淋着了 这给我干哪来的 这不就 好紧张啊 完蛋了 生气了 他不会生气了吧 他生气了 完了 说他是TS 生气不搭理我了 别生气了 动他这个头发 他生气了 完了 给他气走了 怎么办 生气了 我们还要走了 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拜他走了 他走了 那些觉得我高龙的朋友们 真的误解了 我是 真的没有力气再去社交了 看我亚人给留学生争光啊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是觉得啊 这个咆哮哥家里啊 很有钱 他的父母呢 有钱到对自己的孩子啊 放纵于溺爱啊 那我相信这个年少无知犯错啊 肯定这个对于青少年来讲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但是年少无知呢 就得有人管 对吧 你得有人告诉他 哪些能做 哪些不该做啊 像咆哮哥这样的小孩呢 我相信啊 如果他不诚心悔改 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及时更正的话啊 那么未来的他和他的父母 一定会为昨天和今天 他们的行为所买单啊 那么到时候啊 一切啊 都已成定局啊 神仙都救不了他 是吧 那么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啊 像这类小粉红啊 他所体现出的问题啊 其实恰恰就是中国当代问题的 一个缩影啊 他的爱是用仇恨来表达的啊 是倒行逆施的 是自私的 甚至是和利益挂钩的 那么归根结底啊 他们的爱国啊 就是极度缥缈 极度虚伪的 最后我想请教大家 亚人是什么意思 出自哪里呢 请你务必平等待人 杜绝种族歧视 好了 我是大树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那这里呢 我也想说啊 就是很抱歉啊 因为工作原因啊 我不能及时更新这个频道 但是呢 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啊 都是为未来啊 创作更多的内容 所做的这些努力啊 所以工作就是为了 能有时间创造更多的视频 来给大家啊 所以这里呢 就肯请大家啊 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转发我这个频道啊 请大家一如既往的 支持大树 那谢谢大家啊 今天这个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